你上哪去 我 我到父亲久久 世间 他 他回家乡 他怎么突然想到回家 是我叫他回去的 因为他就我的性命 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他才好 想来想去 还是叫他回去比较好 这样子 我心里比较安一点 姐妹拉 你不高兴我这样做啊 不 你做得很好 很像小狗子做的事 我要走了 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我 怎么 你还是不愿意求我 那就跟我走吧 不过我希望你尽快把我们的问题解决 我没有耐心跟你耗下去了 小狗子 你是最好的人权 是你老人能够在他死后一百年 想到不有你这么一个传人 真是不可思议 爷爷 你走快点好不好嘛 哎呀你不要催好不好 这两天呐陪你找那个宝贝老公啊 我的一双鞋都快见了底了 一双鞋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感觉的 我再给你做一双新的就是了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可不许赖啊 好 我不会赖 不过爷爷你肯定走快一点哦 只要有心情穿 爷爷跑得比兔子还快 你看啊 哎 哎 爷爷 你肯定跑得太快了吧 哎哎哎哎 要跟我一进屋 你还差得远了 哈哈哈哈 哦 啊 怎么还一个大婚女啊 怎么甩着 爷爷 哎呦 吓爷爷一跳呢 哎 他很有口气啊 哎 他不是长得当里面的那个丫鬟刺剑吗 嗯 哎 是有点像啊 哎 哎 爷爷他怎么会摔到这儿 哦 哦 他大概从悬崖上摔下来啊 摔到这个大鸟窝上 你看啊 再摔到地下 你看 蛋都打碎了 哎 爷爷 我们把他抱回去 开玩笑 爷爷那么大年纪 怎么能把他抱回去了啊 阿当啊 你简直是胡说八道 爷爷呀 只杀人 从来不救人的嘛 哎呀 爷爷 哎呀 老唆了 你忘了 肠子帮被毁那天 他是跟天哥在一块 如果我妈救活的话 不就知道天哥在什么地方吗 哎呀 阿当啊 你一天到晚叫爷爷做不喜欢做的事情 爷爷天天都给你当奴才 哎 好吗 爷爷 你就帮帮人家的忙嘛 反正你也喜欢抱嘛 胡说 好好好 爷爷把他抱回去就是了 哎呀 我抱你 来 等等 阿当啊 我把他抱回去 你要帮我 纳两双鞋 嘿嘿嘿 两双就两双嘛 三双都行 好 别骗爷爷啊 别骗爷爷啊 来 抱我回去 好 好 哎呦 哎呦 哎呀 真 真重啊 哎呦 好足啊 好 好 哎呦 等一下 等一下 哎呦 哈大爸 你真会整爷爷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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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方主 副帮主 你 你伤好一点了没有 好多了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 叫什么 我叫欧阳无罪 欧阳无罪 好奇怪的名字 是我自己举的 那你爹是 我爹是欧阳狂 欧阳狂 孤星门的欧阳狂 副帮主 您认识我爹 虽然不认识 可是十年前 他在江湖上 却是响叮当的人物 可惜 可惜孤星门被毁 我爹也被杀了 我听说是罚恶死者干的 不错 我爹未然认识 和江湖上的朋友 也绝上来 跟他们上什么家的婚姻 孤星门 一向如此 所以我爹 听说罚恶死者要来 根本不加理会 根本不肯接什么罚恶离 没想到一天 反而使着 把我全孤星门的人 都给杀光 就连我娘都不肯放过 那你又是怎么逃出来的 当时我在姥姥家做客 要不然也难逃一死 罚恶死者 武功诡异 手段很多 你爹要是知道厉害 也会早做准备的 我爹不是不知道罚恶死者的厉害 可是 他身心固执 冥死不去 所以才会落到那样的下场 可是爸说回来 罚恶令顾名思义 就是要惩罚恶 我爹一生从没有做过坏事 爹不应该接罚恶令的 有很多接到罚恶令的人 都有着跟你相同的疑问 但这个问题 往往都无法回答 除非 除非亲自上侠客道 问侠客道主 对不对 听你的口气 你很想上侠客道 不错 这十几年来 我无时无刻 都在想着要上侠客道 我要问问侠客道主 我爹有什么罪 我娘有什么罪 顾兴门的人又有什么罪 这就是你取名欧阳无罪的原因 没有人知道 侠客道在什么地方 你又怎么能去侠客道呢 我会等待机会 就算等不到机会 我也会制造机会 你的意思是 不帮助 我可以请教你个问题吗 你说吧 常乐帮真的快乐吗 只要有我背寒时活的一天 常乐帮绝不会快 那好急 不仅仅是帮主下罪 到时候 要上侠客道 恐怕就是副帮主 这 副帮主 如果你不愿意去 让我去 我替你去下个岛和喇叭州 副帮主 我并没有想做帮主的意思 只是想见侠客倒主一面 请副帮主成全 好 我答应你 多谢父帮主 起来吧 欧阳无罪 现在只剩下你我二人 你愿意帮助我 重整旗鼓吗 属下愿意 好 从明天开始 我们一起变工 一起招兵买马 我要常乐帮重现江湖 你醒了 是你救人的 是啊 这里是 这是我家 姑娘 你是怎么走那个绝壁上摔下来的 我 我是被人逼的 谁逼你啊 石破天 他为什么 石破天就是石中云 是天哥 天哥 天哥为什么要逼你呢 因为只有我知道他的命名 什么命名 石中云和狗东西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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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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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上吊,你解答好了没有,根本跌吧,你打,你家都要死了,你还要欺人家, 阿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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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棠 原房的是天歌 怎么会有这种事 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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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荒唐啊 爷 这我该怎么办吧 只要传了出去 我怎么做人啊 这个爷爷 你不要难过 这个事情也不能怪你 总结怪那个石破天 他为什么要使鱼木混猪啊 你别拦着 爷爷非把他杀了回去 爷爷 你不要舍不得了 杀石破天你舍不得 那怎么办 我去把这个狗东西杀掉 爷爷不行啊 我给小孔子败了他 他就是我丈夫了 可是金东坊也是天歌 我已经对不起他了 你怎么能要先杀他吗 我杀他你也不愿意 我杀他你又不高兴 这个爷爷爷爷爷爷 这个脑筋也没办法了 这个总不能有两个男人吧 这拉当啊 爷爷头也疼啊 怎么办嘛 拉当啊 你明明知道这样是不行的嘛 让爷爷再想想 你别急啊 这个两个人 一个他 一个他 拜堂 这个是原房 好 这么办 爷爷把他们两个都杀了 爷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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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狗子 你记不记得玄铁令的事 记得 当然记得 说说看 我 我捡到一个烧饼 烧饼里面有玄铁令 在场的还有实情夫妇 还有雪山派的王万人 结果是你把我带走的 好了 我就相信你是小狗子好了 小狗子 我肚子饿了 我去帮你买点漆的 小狗子 我现在才相信你是真正的狗东西 看样子 石忠玉并为上仙颜柯开口的同学生 可以见得了 您想起来 如果石忠玉跟仙颜柯开口 仙颜柯为了玄铁令的事严 必定会不辞万能去办 那仙颜柯现在一定不会在石忠玉上班 那仙颜柯把事情办妥了 如果办妥了 那玄铁令的事严就一笔勾销了 那仙颜柯更没理由跟石忠玉走在一块 而且 仙颜柯像是独来独往 从来没看到交过朋友 老师 你不要忽略你这种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如果石忠玉以玄体令 要求仙颜柯做他的奴才 一辈子供他驱使 对啊 不只没想到这一点呢 如果石忠玉真这么做的话 那就糟了呀 嗯 所以以后我们一切要谨慎 走吧 我们走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不过 我究竟不是搞东西 我必须要在他还没有发现以前 趁早了结这件事 而且 我还要敲他一个大 哎 小头 你看 是石忠玉 石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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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死你 我看你今天忘哪头 慢点 哎 嘿 石忠玉 你 你们谁敢杀他 柔美 你是怎么了 我们不是说好 绝不袒护这孩子的 我是说过的 但是我看到我们的玉儿 被追得像丧家之犬一样 我的心就跟刀刮一样 秦歌 当初我实在不该听你的话 把他送上雪山盘 当初要不是你一再来重灌他 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孩子 送去给别人调教 如今这孩子犯上了滔天大祸 你要是再袒护他 往后我们还跟别人谈什么 想要论什么意义呢 你要为了侠义 牺牲我们的儿子 我不干 百万件 你们想杀我儿子 就得先把我给杀了 石夫人 柔美 哈哈哈 哈哈哈 石仲玉 我丁不三杀人 从来不管别人有娘没娘的 你今天是指定吗 爷爷 我做错什么事情 你要杀我 你自己心里明白 你还好意思问我 丁当被你害惨了 丁当 他怎么了 丁当跟小狗子成亲 你冒充新郎官 骗他进了洞房 这种缺的事情你也做得出来 你说我该不该杀你 气死我了 慢点 丁姐妹 你的意思 小狗子跟时装女士两个人 可不是吗 他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 连我都被骗得胡说八道了 你到底是远 还是小狗子 哎呀不用问了不用问了 你看他贼母熟演的 准不是好东西 他就是时装玉 这小狗子逼他老实多了 畜生 没想到你竟然卑鄙无耻 作恶斗团 像你这种孩子用不着别人动手 我这个做爹的先娶你的狗咪 丁哥 我们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你不能杀他 丁妹 你不要挡我 你要是再挡我 就休怪我不念夫妻之情 丁哥 丁哥 小子 别跑 都是你身的害我儿子 老婆 不得了了 老婆 我不管你是时装玉还是小狗子 我都要杀你啊我 谢大姐 时装玉是我雪山派的叛徒 今天我雪山派要请你门户 请你不要插手 谢大姐 谢大姐 时装玉是我的逆子 我要杀了他 向丁老前辈 以及雪山派谢罪 请你把他交给我 你们弄错了吧 他的小狗子 哎呀 哎呀 谢老弟啊 你们都上当了 他是时装玉 不是小狗子 这时装玉跟小狗子 他是两个人的 你给我说清楚 我有半点时间 我们要随时万代 老婆 你不要听他们的 那天我娘的长额帮 疯疯疯疯的打我骂我 你是亲眼看见的 等一等 你娘是谁 我娘 她从来没告诉我 她叫什么戏什么 我只知道 她沉沉风风颠颠的 只想打听 十七十大家 还有那个小 小 不要说了 原来 你是梅芳公的儿子 对 我本来就是她儿子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 哦 我知道啊 你们认为是 你们认为我是你们儿子 因为你们儿子犯了错 你们不想杀他 所以把我抓回去 因为我长得跟他们一模一样 对不对 就好 你们要信口之后 事情没有你这么被评 石大侠 你不要生气嘛 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我这个人很笨的 常常说话不清楚 常常惹人生气 要不然 我爷爷也不会常常骂我 动不动就想杀我 对不对爷爷 听你这么一说 我感觉我真的 你这么一小狗哥 对啊 我本来就是西马 来 我问你 你怎么把世界推下绝壁的啊 我 我推世界下绝壁 不可能的 他对我有恩 我怎么可能推世界下绝壁呢 推一点 是世界告诉我了 难道咋会有错啊 爷爷 他有没有告诉你 是谁逼他天下绝壁的 你小声一点嘛 他说是石中玉啊 那就不对了 我是小狗姬 石中玉做的事情 怎么可以推到我头上来了 石中玉 你在我雪山牌练剑十几年 你就是华晨辉我有任的你 不必带酒鞭 你们雪山牌的人真是奇怪 你们明明认错人了 还不承认 对了 那一次 要不是我无意间啃烧饼 啃出谢伯伯的悬铁力来 我看 你们早就成了见底下的冤魂了 我王杨人就不信你这个邪 回去 谢个礼 你 找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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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要杀我 我送你上戏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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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是石中玉还是小狗子 我都要杀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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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你不要杀我 你要为听当早响 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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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杀 莫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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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西岩克克回来救你了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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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还真别扭 何数都是死 你干嘛这么普通快拿 有本事 可是你们现在就把我杀了 错过今日 我要你们一个一个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求死 死到临头还主意 请使我一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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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师妹 大家一起上 免得夜城梦多 师弟坐着有礼 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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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可以打一个 我 我也是 我也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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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你这猪神还挺能挨头 你放心 我有九条命 我死不了的 石忠云 你到现在还嘴硬 快求你大师伯 或许会饶你不死 求他 你做梦 有一天 我会叫他来求我 灭兔 死到临头还不智慧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谢燕可 他已经承认他是石忠云 你为什么还要拦我 我不管他是谁 我只知道他得到了我的玄铁令 老婆 你玄铁令的誓言还算不算数 你要我杀了他们 我让你继续 我让你继续 我让你教我各大门派的绝世武功 包括雪山派 选书庄 丁布山丁布戏 还包括你自己 慢着 一枚玄铁令只能有一个要求 我知道 我要你教会我各大门派绝世武功 也只有一个要求 你 当然 如果你机毁西野 我也只好认了 我怎么会失信于你 好 我答应你 跟我走吧 上哪去 摩天眼 来 谁能不能交代武功 以后我们要抓他 恐怕笨子 不 我担心的还不止这个 那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石中玉 要是真的学成了 各大门派的绝世武功后 他必然会侠怨报复 到时候整个武力 都会因为他 而掀起一场邪与兴风 给师父说的有道了 如果石中玉 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雪山派就是首当其踪 大祸临头了 如今 我们只有两条路好走 你说说看 一条路回去禀报师父 让他老人家早做准备 另一条路 去通知石庄主夫妇 商讨对策 此事关系着整个武林安危 我相信石庄主夫妇 绝不至于任由他儿子 胡作非为而袖手旁观 你说的对 师妹 你跟我回林小辰 禀告我爹这件事 更是你 万人是爹 你们两个到玄树庄 找石庆夫妇 事不宜迟 大家就此别过 有没有 有没有 夜深 干碎 我睡不着 打从回到玄树庄 你就变成这样 白天不迟 晚上不睡 再这样下去 你会生病 病就让他病了 病死 也就是老白了 幼美 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死 我又起来独活 男人 总是会说些好听 天经有这么多笨人 会相信 靠着 过一辈子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幼美 我几时欺骗过你 你自个儿心里明白 但从一开始 你就在骗我 一直到现在 有啊 你这是莫须有 莫须有 那我请问 梅芳菇是莫须有啊 还是小狗子是莫须有 梅芳菇 小狗子 你还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难道说 小狗子不是你跟梅芳菇生的孽种吗 小狗子是我跟梅芳菇生的孽种 亏你还笑得出来 小狗子如果不是你生的孽种 他怎么会跟我们的育儿一模一样呢 如果他不是梅芳菇跟你生的孽种 他又怎么能叫梅芳菇叫娘呢 药美 你可不要含血喷嚷 我跟梅芳菇可是清白的 清白 你去说给三十小孩听吧 决山卖病子 耿万中王万人 求见十大侠 石庄主夫妇神功盖世 弃惯日月 倘若石中玉果真侠愿 而危害整个武力 那岂不与两位一身行事 背道而驰 有道是未雨绸缪 还请两位找谋实策 两位请放心 我石墨还是那句朗话 倘若这逆子 真的是包成祸心 我实情 宁为玉碎 不畏夸掘 就是拼着我石墨无后 也要向天下英雄做个交代 好 石大侠果然一波云天 令人起飞 于师兄弟就此告辞 逆子不孝 石墨将自有交代 两位慢着 恕石墨不远说 不敢劳驾 请 石墨 石墨究竟是做了什么 你 你做什么你我不管 但是要杀我的愿 我是决不答应 刘梅 你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想些什么 说得到好听 您为玉碎 不为瓦卷 其实你早就盘算好 就算是杀了玉儿 你石家也不会绝后 因为 小狗子也是你的儿子 妖梅 你 你教我怎么解释才好 下来碰到小狗 我非问个明白不可 有虚余神功 再挤他一架 我强过来 我强过来 石门打开了 我们可以出去了 奶奶 我们可以出去了 真的打开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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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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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給我的修御神父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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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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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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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死啊 我死了你不心疼啊 你打我 你打 你就是打死我了 你还是要跟我回碧罗岛 丁老前辈 你那个碧罗岛 到底有什么稀奇的 为什么非要请我奶奶去不可 这个问题啊 你总算问对了 我碧罗岛什么稀奇的都没有啊 全是你奶奶喜欢的 你奶奶喜欢花 我为她准备了青石花的房子 象牙花的床 金石花的枕头 凤凰花的背 牡丹花的鞋子 福寿花的碗 富贵花的脸盆 玉兰花的剑 等一下 你想要玉兰剑 玉兰剑算什么呢 我为你准备的东西可多的呢 虽然你肯跟我上贝罗岛 这些东西啊 都是你的 我才不稀罕 哎呦 你怎么那么别扭嘛 我对你可是一片真情啊 你看看 你掉到地底下去 我一直伤心到现在啊 要是换了个别人啊 我早就拍拍屁股 我走人了 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好 你给我出去 你哄我走 蔡蔡 你是知道的 我是出了名的老脸皮厚 除非你打赢了我 否则 我是不走的 你不配跟我比武 我不配 哎呀 我的武功可不是吹的 放眼看天下 能打赢我的 还数不出来几个呢 嘿 你不要说大话 如果你跟我徒弟比武 你要是赢了 我就跟你上币罗岛 要是他赢了 你就给我滚 谁是你徒弟 是我 是他啊 等一下啊 上一次糊里糊涂的被他打了一张 哎 可能是让他懵着的 对 对 好 就这么办 小白痴 爷爷在松学岭等你啊 过来 这边啊 走了 哎哎哎 小董事 你怕什么 你一定打得过他的啊 可是 哎呀 不要可是了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 那我以后可不教你试字了 小白痴啊 我看我还是让你一手一脚 闭着眼睛跟你打好了 我不想欺负你 你也不用绑手绑脚 我们还是怎样打好了 我这是给你机会哦 你自个儿不要啊 可怨不得我 不要啊 趁al 好笑 睡 inequalities 走 走 翠翠 今儿个你是非得跟我回碧罗岛去了 小狗子 给我狠狠的走 走出火来我负责 师 师傅 小子 你功夫不怎么样 这个架势蛮吓唬人的啊 看好了 这次丁爷爷飞打的你四脚朝天不敢 你看小狗子心啊 放心 丁不死 马上就有苦头吃了 丁不死 爹 爹 你怎么了 他死了 他死了 小狗姿 小狗姿 你们为什么要我打他 他对师父那么好 为什么还要我打他 为什么 为什么 小狗子 你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感情的事情 不是谁对你好 你就一定得接受 你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 日后你会烦恼一辈子的 现在他死了 你们男的都不烦恼了吗 小狗子 不要再说了 我相信奶奶 也不会想到有这种结果 奶奶现在 心里也不见得比你好瘦啊 你为什么那么死心眼 就算我跟你去比罗岛有什么用吗 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 你活这么大把年纪 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怪我自己太固执了 比罗岛也不是什么龙瘫虎瘦子 我区区又怎么样 难不成你还能把我给吃了 你自己说的 我们先就回碧楼岛啊 老小子 一起炸 师父 兵不厌仗 喂 喂